大家好 等一下我要打開自己的 微博 然後youtube現在什麼情況 有人進來了 哈囉 等一下 B站看不到那個彈幕 這個 看到了看到了可以了可以了 可以了可以了 大家好 youtube有看一下微博看一下 可以啊 微博也可以 微博今天是 食品可以嗎 微博的人 大家好 B站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的頭髮超紫了 嗨 微博有人嗎 好像沒什麼人 有人嗎 大家生意怎麼樣呢 生意嗎 等一下這個 好像youtube沒看到現在 啊有了有了看到了看到了 OKOK 打開一下 OKyoutube這樣子就可以看 喔 すごいyoutube 原 那開始吧 開始 好那開始吧 有點不習慣 這個是微博 要不微博放在這兒 要不我拿幾本書 微博再定高一點 我們的顏值就能夠提高一點 對 好多人進來了 youtube呢有人進來嗎 youtube現在有個人 太早了是嗎 好的 那開始了 youtube好快 大家好 大家好 謝謝你們來到我們的直播 直播 然後呢今天的話 我和阿群 先做這個小小小 大家好我是何俊夢的柚子 就是北海道人 日本人 大家好我是阿群 主要負責我們的文案 對然後 因為今天呢馬老師 就是那個Mario 他是去廈門拍攝的 然後今天的導彈是阿群 但是 但是 今天我們直播有一個嘉賓 特別嘉賓 對 而且今天下午才知道 對 我們工作的人都不知道吧 都不知道 平姐都很驚訝 對我們都驚訝 就是突然聽到乒乓 然後呢我們打開門 就很熟悉了一個面孔 對 然後就是剛好 因為我們今天討論一會兒和阿群嘛 我們想要聊一個旅遊的話題 然後就今天來到的一個嘉賓 就是旅遊的達人 旅遊達人 旅遊達人 所以呢今天的嘉賓 我們叫一下吧 對 有請 有請 多做 嗨 那 柚子欣和 先 所以這樣子的話 欸 微博可以視頻嗎 我這樣子看不太 對 那我休閉吧 好 你們猜猜旅遊達人是誰 是我們的一個主人公 對 這樣子的話可以下來的 哦 圓一點比較好 圓一點 嗯 嗨 那我們叫一下 叫一下 啊啊 YouTube有人來了 哈囉 那叫一下 安達先生 然後我先暫時的撤 然後安達先生跟大家聊一會兒 拜拜 拜拜 待會兒再見 じゃあどうぞ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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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さんこんばんは 大家晚上好 這是安達先生來啦 對 怎麼樣 聲音還好 可以 他在YouTube 十個人 好少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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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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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安达芹 我喜欢这种类型的类型 不是,这种类型的类型 这种类型的类型 我可以看的,这种类型的类型 我可以看的 大家说这种类型的类型 我是哪一种类型的类型 我可以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安达芹 我是日本流行者 我是上海的副造人員 我是日本的旅行会社HIS上海で働いています 阿達智と言い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為什麼今天直播開始的有點早 是因為他今天來到南京 然後今天回上海 所以我們今天直播的時間稍微早一點 對 阿準謝謝 阿準嗎 這個 對 現在B站的直播間的人 朋友們應該懂 就是阿準現在做一個解釋 或者翻譯的一個角色 今日多麼始めたの早いから 人がまだあんまり来てない そうですか でも 私は金です お 怎麼才11人 對 今天YouTube感覺人有點少 他希望大家多多進來 因為今天我們有的話題 今天的主題是旅遊 是因為中國的話 5月以後有一個長假 放五天假 對 所以呢 今天 請安達先學一學 中國國內旅遊 哪邊比較好玩啊 什麼的 對 そんな感じで 分かりました 中國はい 労働説五日間ありますし 不意義 因為是週末 啊 週末 兩位都是導遊嗎 啊 YouTube的朋友問我們兩位都是導遊嗎 代語ですか 我不是導遊 她是導遊 對 啊 待って 微博 啊 あれだ ピン姐がいる 我也去上海 去火車站看 啊 ガオティエ 這樣見てる人もいる 啊 そうです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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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今天 今晩上海に戻るので まだあのガオティエのチケット取ってないですけど 對 安達先生 對 マイク 對 そうですね 又是遠嗎 遠嗎 遠嗎 代團 代團 なんかこれYouTubeでコメントが出て 誰か 風山寺廟 誰か風山が面白いよって言ってる人 風山 風山 仏の山 は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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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えぇ 那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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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どちらかというと聞くのは大丈夫 何でしたっけ そうですね まあね6年も住んでて これだけ喋れないとちょっと問題ですけど 那我做 翻訳しつつ 我做翻譯 對 而且你們可以練一練 日読聽例 之類的 好 那麽 最初にですね あの 先跟你們說一下 安達先生呢 最近從日本回來 因爲他 要看病でしたっけ なんか病院に行きたかった 日本で そうですね ちょっと 日本で まあまあいろいろ健康心 など そういうのもあって 日本に帰ってたんですけど それちょうど2月の11日 安達先生 日本に帰って 日本に帰って そこで また2週間 日本の隔離があるので そうですよね はい 安達先生 やばい 自由に外に出れて 何をするかというと 毎日 健康状態とか 体温とか そういうのを報告する というのがあるんですけど それ以外は 自由に外に出れます ただ バスとか電車とか まあまあそういう 公共交通機関は 乗れない 中国からすると 寝ててくるの 意味がわからない そうですね まあ食事がついていないので はい そういう感じで 日本に帰ってきて 上海で2週間 学理が ちょうど 3月中旬から下旬にかけて しましたけど それも本当 一切 外に出れないので 出れないですね そう そう ちょっと 人々が 固まっている YouTubeが だから 日本に帰ってきて 外に出てきて 外に出てきて 散歩 でも 中国の隔離 必要は ファンジェンリー だから 苦労 そうですね まあ どうしても こっちに帰ってきたら その 2週間の隔離 はあるんですけど 逆にでも 厳しいというか しっかりとした隔離なので その分 安心感もありましたね 逆にね だから 広がらないんだな というふうに 思いましたね 確かに ちょっと 皆さん 説明一下 YouTube 還有 Web 也有很多人 でも B站 有アチュン的 翻譯 字幕 他説明 雖然 中国很嚴格 不能出門 有點 辛苦 但是 これが 安心 です これが 良い 人は 食べましたか 今日 食べました 今日 昨日 友達が 吹 睡 瘋 瘋 瘋 人は 食べました 南京特色 六線麺 三線麺 三線麺 六線麺 三線麺 六線麺 你們知道六線麺嗎 YouTube的人 南京特色 三線麺 六線麺 六線麺 三線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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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アチュン 寫的 南京特色 的麺 特別好吃 公司附近 一家店 特別好吃 三線麺 一家店麺 三線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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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人 都不斷 一家店麺 好き 就是阿姨豪志門主持人的工作和 南京也在去年以后半年以来 何回も来るようになって Yuzu也在郎几乎介紹介 南京的食品是非常美味しい 南京的食品有多新鮮 也有很多地方的料理也有很多 南京的食品是非常美味的 我最近很多人也有推薦 谢谢 YouTube的人也不知道 三千面有很多料 豬肝、西红柿、青菜、木耳 皮豆 还有鸡蛋 这房间有六种菜的面 刚刚先生也说 因为南京其实有很多小区 而且味道也不错的 他来南京的机会最近有点多 他现在多多给其他朋友们推荐一些南京的菜 刚刚我们说到一个鸭血分子蛋 鸭血分子蛋也是一个南京的特色 就是鸭血分子蛋 鸭血分子蛋 鸭血分子蛋 有点像国道那种东西 放的粉丝湯 我们这边特色的特别好吃 菊内亮导演也特别特别喜欢 然后安道先生也喜欢 对 就是这个样子 对 对 我是武汉主蛋 但是 但是 玉尔和菩水蛋 一家里一家里有很多的味道 所以 他说 雖然说了是玉尔和菩水蛋 但每家店的味道不一样 所以 在日本的话 是在想让余伴不然 玉尔和菩水蛋 但是 是很面白的 所以 昨天就飙了 对 所以我就说的是 日本人很喜欢吃拉面 然后日本有很多辣面的杂质 就是说那家店的拉面好吃啊 什么怎么着 排名啊有很多 所以我想 趁匀南京可以做一个 夜双佛斯币那种 专门的杂质 但是后来我也尝试了 然后吃了好多 有点 腹了 所以呢 目前这个地方是放吃的 我之前在Bジャン出了解的 麻辣 就是 孵化仕掛け的卵 我吃了不可 我吃了不可 我看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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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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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不可 我看了不可 很高 我看了不可 大阪人 大阪人 很高 又便宜又好吃 所以 我看了不可 很多人 在中国的旅行 工作時 都在搜尋 找到 所以他要去旅游的话,一定要找又好吃又便宜的那种小吃啊 今天我们也准备了,因为安德先生特意来南京嘛 其实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公司的地位特别的好 我们在一个老千区里,是吧?算是,然后有很多老店 然后呢,刚好我们公司附近有一家鸭子的店,特别好吃 所以我今天准备了一家鸭子 但是这样子就看不太清楚 分かるかな? YouTube的人分かるかな? 所以出しますね 上海的鸭子是多吃的 但是鸭子是南京的呢? 鸭子是南京的呢? 这个中国人的人都知道,就是马来鸭子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日本人的人是这样的 看到吗? 然后有一个酱 这个地方吃的 YouTube的人们是Live配信的 YouTube是Live配信的 日本人是有的,但是... 分不分啊 分不分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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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子都其实有点力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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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口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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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心 她现在在沙门拍摄 所以今天是我和安大先生做直播 这家的鸭子特别好吃 我也吃一个 这家的鸭子特别好吃 鸭子特别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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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子特别 鸭子特别的 鸭子特别的 这个鸭子特别的 因为我来到中国 我喜欢这边吃饭的地方 日本的话 骨头突出的时候 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但是我一个人才好自己 突出 鸭子特别 非常柔和 鸭子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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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子特别好吃 鸭子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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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子特别好吃 这是我Рoc interesante 正一和 我跟住人一起分享, 二人一匹買了 一匹大概一匹 那是半分 那是半匹吧 四分之一 那是四倍 那是二人一匹 那是半分 我刚刚说 这家店很近 所以我还有三箱 可能看我们的片子 就是我们公司变的 他也喜欢吃这家的鸭子 所以呢 我们俩常常一起买半只烤鸭 然后回家吃 然后有时候呢 这家的好不货 就是我们很喜欢吃鸭子嘛 然后有些店是 卖鸭子的时候给我们一个骨头 是吧 骨酱 我很喜欢用骨酱来熬汤 然后自己做鸭 鸭蛋粉丝汤之类的 对 那今 YouTube 多久 internet YouTube YouTube有人问 这个是 不是便当 这是我们刚刚大包的 四分之一的鸭子 对 这个不是外卖 是我们刚刚自己带回来了 有人问安檀先生吃的放接 可以帮你卖一卖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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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出前とかって はい 食べ慣れましたか? そうですね これWaiMaiは本当に助かりますよね やっぱり日本でもね あの Ubhaietsuとか まあありますけど WaiMaiに頼りっぱなしですね 普段は自炊は? 自炊全然しないですよ 自炊全然しない 本当に はい もう 家でやる 食べる 作るのは カップラーメンぐらいですね そうね アンダー先生先生说 他就常常用外卖 他不怎么做菜 然后平时 如果做菜的话 就是一个 定多就是方便面 所以他很喜欢吃外卖 对 現在 YouTube 现在怎么说 啊 那边 不好意思 Ubhaiの 那个接待 不是 待遇不太好 因为今天有点 方式不一样 那一分多少钱 有人问这个是多少钱 18块 所以差不多18块 半汁的话差不多30块左右 对 也不贵吧 日本円だとこれで えーと 18块 300元 そうですね 300元 日本でこれだけの量だったら これは どれぐらいしますか 1000元くらい いくんじゃないですか カモ自体があんまり美味しい 食べれない そうですね すごく柔らかくて そう この店本当に美味しい これは本当美味しい やっぱりカモはすごい 人気というか 一般的ですかね 特に南京 特に 特に なんか 南京だと結構 友達人と遊びに行くとか 必ずみんなカモ持ってくる えーと えーと これからも この感規模では 南京では 例えば 食べ物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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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べ物に行くと 就是一定要带鸭子去 就这种感觉 对 好吃 那么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话题 因为今天是 就是旅游的一个话题 就是刚才说的这种小吃也是 那先大概聊一聊一个 五一假期 因为中国的五一 放五天吧 今年 2020 不对 2021年的五一 我们放假五天 日本多分五月的頭是 ゴールデンウィーク だから中国的 比较冷门 人気があったりとか有名じゃないけど 結構いい場所ってあるかな 我们聊一聊中国的冷门的地方 然后比较推荐的地方是哪里 なんかありますか そうですね 仕事柄 就是刚才安田先生说的 因为工作就是一个流行社嘛 就要找一个比较有人家的地方 那我的话 我感觉比较冷门的好玩的地方就是 贵州 贵州 贵阳 然后那边有超气魂啊 什么的 贵州 多数ہ ですね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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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糘的 大城市 也是 别的 大城市 一个城市的一个小吃街的话 卖的东西都其实差不多的 就丑豆腐和阿茶的 但是那个地方什么 豆腐 なんかね 我豆腐みたい的の作ったか 好像コロッケみたい なんか豆腐 それに 多分 あれなんだろう なんかちょっと独特の野菜 なんだっけ 二折二 什么根 什么根 折二根吗 对 配折二根 这个豆腐 就是反正我想说的是 桂洋那边的小吃都有特色 还有何だっけ 豆米火锅 って言って なんか 豆腐 豆腐 発酵させたもの で作った火鍋 が とかなんか 結構なんだろう 他のところで見られない 結構その桂洋 いっぱいあって すごいだから 結構印象残って あ、そうだ 油心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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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だから結構 桂洋がなんか 前世 あの年なのに 結構 なんだろう 特徴があって すごく楽しかった しかも安いって言うので 私は結構楽しかった へぇー 一回しか行ったことないな それもなんか あの 会社のスタッフの 結婚式で ああそうなんで 一泊二日で 帰ってきちゃったんで はい 桂洋 ちょっと今度行きたいな あと 苗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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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寺のとこと あとどっか行きましたね うーん YouTubeなんだろう あとは 安達さんご飯食べましたか 食べました はいご飯 いただきました ご飯 はい 那是我先想因為福建省的選手 一直想要去的地方 其實我不會去的地方 但我會不會去的 因為所以想要去哪位 那要去哪位的魅力 我為什麼沒辦法去的地方 我現在 obwohl我沒辦法去的地方 可是我聽說 其實其實所以我們都在想要去的 練習的領位 就是安德先生说 刚才这个比江也有人说 这个泉州就是他一直想去泉州 因为很多人说泉州是很好玩的地方 但是他还没去到 所以很想去 但还不太了解泉州是怎么样的地方 然后我也是 其实我也很想去泉州 是因为安德先生推荐的 然后后来我也小红书 不知道那个YouTube的朋友们知道 有没有知道那个小红书这个APP 就是很像 分享一些化妆品啊 旅游经典啊 或者吃的或者什么 就是减肥啊什么的 就是那种一个女生喜欢的一个社交媒体嘛 然后那个上面很多人推荐泉州 然后拍的照片都很有意思 所以我也很想去 对那你们看 现在看直播的朋友们有什么 怎么说 不是那么的热门 或者不是那么有人记名气 但是很推荐的地方 哦 这我期待ですね 他说ו它为远辫 有没有 哦 有没有 那是 那是 是 是的 是 因寺 那是 员 也是 那是三州五、北、北? 不知道在哪里? 我們上次拍過柯州旁邊 啊,柯州旁邊 柯州旁邊 有人來 8時到達了 一直都來的人 啊,對不起 誰在那裡? 今天是8時 因為平時的話直播是我們8點做 所以可能現在進來的人也多 那再說一下 現在今天的直播是安達先生 就是一個 之前我去年吧 去年我去主任公 然後我們去年底的 南京特別篇的嘉賓 就是他是一個在日本的旅遊公司做 中國地區負責人的 就是旅遊達人 所以呢跟他聊聊中國 國內旅遊哪裡好玩 那滿 所以 他今天真的突然來過 她是出差來南京的 然後就是 下午四點左右吧 突然就是我們一開始叮 然後就是有人過來嘛 然後我們看了就有點驚喜 我看到先生來了 對 然後就剛好他來了 所以呢 邀請我們的直播間 對 B醬 B醬じゃない YouTube GOTOは中国で使える GOTOは中国で使えないですね そうですね 安達先生的我住 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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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去年5月 1年ぐらい前ですね 去年5月 去年1年 好快 對 早いですね 真的早い まだちょっと旅行会社結構大変ですけど なんとか頑張ってます 她說因為旅遊公司嘛 就現在一起還是挺難的 但是她也在堅持做這個 很多很多 對 工作 はい 嫌じゃないけど なかなかそうですね ちょっとあんまり知られてないけど なんか人気のところ おすすめのところとかね 確かに聞きたいですね まあなんか 逆で例えば 中国の人にすごい人気だけど 日本の人にあまり知られてないところとかも実はあって その代表が重慶だと思うんですよね 確かに あんまり日本の人の重慶のイメージがそんなになくて 観光地としてですね まあその三峡クルーズの出発点みたいな 昔はそういうのであったんですけど でもやっぱり最近の重慶の中国国内での人気すご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確かに 実際僕も去年も行きましたけど ちょっと簡単に翻譯一下 うん ちょっと簡単に翻譯一下 景色もすごい綺麗ですし 食べ物も美味しくて あの小麺でしたっけ なんとかね美味しくて 本当なんか一泊二日だったんですけど ちょうどあのなんかこう 国内の旅行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 まあ行ってみて すごい やっぱりなんか改めて観光とか旅行いいなっていう風にも感じたんですね 住居面白いですね うん ただ本当にもう一人で行ったから あの火鍋あと食べれなくて それが残念で ちょっとね次行くときは 誰かと一緒に行って 火鍋食べたいですよね そうですよね アンガー先生が言った 那邊は全市の感情が良い でも私は一人で食べるので 火鍋が無いので これがちょっと悲しい だから 再食べるなら 要と別人一緒に食べる うん 私も去年住居行きましたけど 辛かった 確かに でもなんか美味しいですよね 美味しかった すっごい何でも美味しかった 辛いですけど美味しかった けど美味しかった あとなんか ビンフェンって 何だろう デザート あれじゃないですか 福島かかってるジェリンパ あれすごい美味しいです 美味しいです 何回も食べちゃいました うん そうそう デザートも美味しい っていうね イメージがありますね そうです 我剛才所 就是中間 不仅是火鍋 那邊有個ビンフェン ビンフェン 真的是 就是很好吃 我去年去的時候 吃了3次 4次 對 因為去年我們拍了 陽仙之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陽仙之日 這個節目 就去年拍了4階 的一個 就是去一個中國各種城市 然後我們體驗一下 黨地的 健康的方式 就這樣的一個節目 然後我去了很多地方 然後重慶也 不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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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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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去年11月に行きましたね 三沉山 三沉山 これが三沉山 これですね 對 そうですね すごい良かったですね あそこの景色も良くて 東京の聖地ということで 超好 そうですね 朝網 三沉山 好 三沉山 陰流 朝由 野 好 野 照大呼 合要迷你 なので他去年 但是有很多情報 非常有趣 很多人都在這裡 很多東西都在這裡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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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阿全 怎麼念 阿全也在 阿全幫我們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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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醬 對 高専賞 正直 日本人からすると あんまり印象無い 對 高専賞 高専賞 ちょっと面白い 確かに 確かに 雑誌賞 其實日本人 應該不適合 在那裡 但是 那個地方挺容易 慶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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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日本人不是很了解 但是很不錯的地方 然後我去年去了 慶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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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得珍是很好 慶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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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得成的 慶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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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特别好吃又便宜 所以珍稀 你刚才说是朝鑫买过的吗? 朝鑫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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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吃过的 但是吃过的很美味的 我也是 海鲜、牛肉和牛肉的味道 很美味的 但是我没有吃过的 我没有吃过的 超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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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的 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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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12月的 富士門 第一次 第一次 是 非常好 很美味 也很美味 对 就是 去年 我们因为 去年12月 在武漢做了一个 好久不见的 武漢的观音会 就是我们的粉丝见面会 然后呢 安田先生那个时候也来到武漢 然后他也是第一次来武漢的 然后那个时候吃的东西都不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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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个时候呢 我们去武漢嘛 然后第一天是粉丝见面会 然后那个时候我认识了一些 好久不见武漢的主人公们 然后他们人特别特别热情 然后他们第二天带我们吃了好多武漢的美食 特别是草双老师特别特别热情 一大早我们吃了一个什么 日干面 还有 那个 あれ美味しかったです おにぎり 啊 糯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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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 然后 也吃了 串串 串 串 就是那个 一个小区 一个小区里 就是很小的一个 住在处那边有一个 串 串 那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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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哪一食吃过了 那是什么 五食六食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糯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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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 小匆老师推荐的一个 武漢本地的一个小吃 糯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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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在我们才找到的,所以中国的旅游就这样的体验真的不错,对,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也插进去了,对,那是这样的。 啊,这些交通不错了,这些交通不错了。 有人对管西有什么印象吗? 有什么会有什么印象? 就是日本人对管西。 啊,管西是那个管,管西。 管西是柱和意思是一个国家的印象呢? 可以有什么印象的? 那是柳林吗? 柳林是柳林的? 柳林是柳林的意思是柳林的意思 柳林是柳林的系统。 柳林,柳林是柳林的。 柳林是柳林的。 柳林的一点? 柳林的意思是柳林的。 柳林是柳林的口诗什诗 Office。 曾經英倫是有名的 然後是大不足的 像是野食的 是的 是的 很多 吃東西 吃東西 我之前也說過 B級的食物 我會找到 真的有趣 有趣 我會在網上載的地方 但我會在網上吃的地方 我會很開心 非常嬉しい 我觉得很开心 就玩到饱了 就这种感觉 中国旅行的醍醐味 就是这样的地方 博物感 嗯 吃东西一粒 也很深 景色とか 意外的公園 非常有趣 公园 就是 我刚才说的是 美是一个好玩的地方 还有一个是 很小众的地方 或者意想不到的地方 特别美 或者特别好玩 这个时候就很开心 最近そういえば ここにもありますけど スタッフが言ったの 大理 几年の大理 那就是很安心 理 장 还是很有名的地方 大理 大理 也很高興 やっぱり大理 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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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大師是安達先生 是去年我去旅遊公司 也是旅遊公司的好朋友 也是旅遊公司工作 20年以上 旅遊公司 22年 一直在旅遊公司工作的旅遊大人 今天我們聊聊中國國內旅遊 有人推薦安達先生去甘肅 官司 官司 賈所 所持的 我現在 distinct 沒僅決 援宿 南守 pickup 途廟 是的 禅宿 它是类似的 原來是有名的 周來齋 我去中國西方都不想去 柑樹 西部 我去中國西方都不想去 去年一昨年的陳牌 山上禮了 陳牌也很漂亮 很想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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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看到嗎 就是 中國有一個APP 可以去過的城市 我去過的地方有點小 而且都是東邊 都是西邊 所以我也很想去西邊 微博可以看到 很想去 九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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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高 九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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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那裡有很多人 那我來說有很多人 但我經常說話 有很多人 好! 那我就說話 所以說話 我真的不太說話 在說話 說話 所以說話 我真的不太說話 我想說話 中央有名な方に似てるって言われて光栄ですね 凄い 泰州に来たことありますか? 泰州?無いです 泰州在哪裡? ジャンスーマン? ジャンスー…行ったことないな 泰州? グビーマン? この辺ですね、行ったことない そっか… まあそうですね、この辺でも無いな 確かにね ださんに出ました Youtubeの絵集中 Youtubeは何ですか? YouTubeの絵集中 彼女の友人なんですか? そうなんですか なので ここも多く来そう あ、あ、昨日の wyvern問、是何の最終アップ なので、服部員も見てる である yn stick は、スイクワズキ スイクワズキ 就是中國的地方 但是中國的地方有很多東西 對於那些地方 但是在哪裡都要走 對於這有可能的地方 其實就要走到這裡 就要走到這裡 所以中國的地方有考慮 有人問華為的地方 還沒有開始拍了 是但我們會拍的 是在上山 上海也很舒服。 海鮮的美味。 上海也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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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道是中文。 秦道是中文。 秦道是有趣的。 秦道也很好吃。 秦道的大哥们。 秦道的大哥们。 好爽。 特别。 我印象很深刻的故事。 我去秦道。 秦道那边自己去炒市。 海鲜市场。 买海鲜自己带过去。 餐厅可以帮我们加工。 是吧? 有这样的地方。 就是那种观光经典。 游客多的地方。 因为游客太多了。 我们坐不下。 然后我们在另一个小箱子。 看到一个很小的店。 然后那边也可以加工进去了。 然后那个里面有一大堆那种本地人。 然后我们那家店点了一碗面。 然后呢,阿姨好像拿错了。 本来要给那个大哥们的面。 断到我们这边。 然后一个吸脸棚。 记得吗? 吸脸的时候有个脸棚里面放很多的面。 就是那个时候觉得,哇,秦道好爽。 allevi自己吃了。 fingersRR好噁心, 加工进组组组非常 proteg了, 暂而必须很感兴随. 跟那源自身上最归cill的脱派段可以 upstairs bed 好像他们好吗? 是的,完全不同 嗯,嗯,嗯 嗯,嗯,嗯,嗯 確實,像是在那裡, 人的感覺也不同 那是有趣 就是,親自的日本人應該挺多的 嗯,嗯,嗯 我們剛才說,中國 雖然每一個地方的人不太一樣, 但中國的話,真的每一個地方的人 感覺不一樣,所以 去到那個地方,可以感受一下本地人的 那種,性格也很開心 對 我這話比如說,東北還是有東北的那個 WAR?WAR? WAR? WAR 對 東北とか行くと,やっぱり高原丸 じゃないですか 下を撒いたりとか やっぱり面白いなと思うし 安大先生,能推薦一下日本人少? 好,そっか 逆に,日本人少? 日本人少? 日本人少? 啊,そっか そうですね 我,我就是 関西人なんで 啊,そっか 関西 後面 で言うと そうだな 四国とか やっぱりちょっとあれですか? マイナーな感じ 那是,四国 你們知道四国嗎? 山川得到 得到 愛媛 高知愛媛 是吧 で 四国は私 あんまり行ったことある人とかもしかする少ないですかね 少ないと思います 九州とかね,まあ関西はいても まあでも四国もやっぱり自然がいいのと あとそれぞれ4つでちょっとまた色というか雰囲気が違ったりとか 我也是在高知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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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最后的西流 在高知県 大自然的 四万十川 他说 高知県 高知県 四万十 四万十 那边有一个 你们可以看 我想推荐一个绿日 叫 中文叫做《遅咲きのひまわり》 中文叫做 四万十が 很美的 碗开的 響律 很美的 你们想一想 四万十 啊 大学の時 中文叫做 宇宙 武申 词 李百勅 服 哇 他去的是高智縣的高智縣,他在讀大學的時候, 他去的時候剛好有很多流星, 他躺在四王室的床旁邊, 他上面有很多流星, 很像夢境的那種感覺, 特別特別好的回憶。 日本で言うとちょっとマイナーなところって何かそんなところですかね。 確かに。 私も同じような質問を中国の方にされたら四国って答えます。 そうですか。四国だったらどこか。 私も北海道だとやっぱりあんまり行かないよ。 一回日本一周した時に四国行ってすごいよくて。 私は那尾島に行って。 今のデザインの。 でもすごい時間の流れゆっくりな感じで。 結構改善も美味しかったし。 誰がまた来るの?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私はユーチューブの方が多いです。 本当だ。 でも知ってる人は知ってるんですね。 瀬戸内海の技術。 そうですね。 やっぱり瀬戸内海がいいよって書かれてます。 確かにそうですよね。 僕も関西人なんで、 あの辺が車でいろいろ行ったりとか。 例えば淡路島まで行って、 そっから徳島に抜けるとか。 そういう所のルートで結構行きやすくて。 いいなぁ。 関西。 アナ先生が言ったのは、 先に私たちは、 中国の友人が問いまして、 日本人がとても良いところで、 私たちは4国の指導を提供しています。 あれ? 那尾島って何県にあったんですか? 香川県かな? 香川縣。 一指の指。 とても、 1つの道がたくさん、 2つの道を選んでいます。 よく、 2つの道は、 2つの道、 2つの道は、 1つの道を選んでいます。 刚刚安田先生说,安田先生是一个关西人 那边的话也有很多大桥 所以关西那边或者生活啊 房间那边到四国是可以自己开车过的 所以他那边比较熟 去过很多地方 刚刚淡路島出过了 淡路島 淡路打 我好きです 我个人的にはよく去年 淡路島行ったこと 知名 島並街道6時間かけて自転車で 自転車で 那辺行きたいなって思います 我中国来到前 北海道去年就去年 旅行行き辛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中国行く前に日本の事を知りたいなと思って 一人でバックパッカーをやっていた 我刚才说的是,因为我是北海岛人,他是大马人,我是北海岛人,北海岛是一个岛嘛,就是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是那个岛,所以去哪里旅游,一定要坐飞机,所以非常不方便,而且要贵嘛,所以我其实,虽然是日本人,但是不太了解日本人的很多地方,但是因为来中国之前,我觉得这样子有点,嗯,来到中国之后, 如果您 ате想日本给中国按照 spend的 Suddenly,不和 patri,所以找出你就可以了解日本了在后的érience穿了一些的意见é,应该是一件 Feniden是文章的吧,所以我 Writer了一些空间和日子的城侯的地方,然后去哪里是中国人的地方,然后就很令一层房开玩乐呢,通常也有漂亮的,因为YouTuberance quart,挺 equip слова日本人的人, 但是我们已经通过英語公司禅門工作人。 不仅过来嗯 Espa中共目前开玩签,而且金融旅瑞 heater啊,超饰饰摩。 也许是日本的中国地方 也许是 也许是 《札幌》很高兴 《阿波尻》 《阿波尻》是 我许是普通的 我许是 一段 之前在中国 很火的电影 《非诚勿扰》 在被海盗拍的 是吧 这个是什么时候了 已经差不多八年 十年差不多 那个是好像在日本 被海盗的东边拍的 很多中国人去那个地方 但是我个人觉得那个地方一般 风景好 但是一般 昔 那些是 北海道的东方 那些是很中国的 北海道的动物 但是正直 北海道人的には 那些是普通的 那些是 那些是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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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坐过《山江》吗 他也在铺船有山江呢 你在哪里 我渡船都在铺谷 南京都有 渡船也有 渡船 那是超高的主流 那是在那些地方有些地方的餐廳 那是那些地方的那些地方 那是三峡クルーズ的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是自身上乘的地方 她說她是上海的 因為上海是沙流的那邊可以坐 但是她還沒坐過那裡 三峡那邊 三峽那邊有一個遊覽 對 雖然他在公司工作很多人 但是他還沒做 所以重慶から 所以重慶から 然後南京からも行ける そうですね 南京もありますよね 嗯 そう 還有兩位對不同地方的方言 有什麼方言 印象深刻的 啊 さっきなんか 中国の好きな方言ありますか 翻演的話 我翻演呢 東北話還是很有意思 然後四川那邊還是挺挺挺好聽吧 我去桂州的時候 那邊的人也挺接近那個 川普 對對對 所以很軟 所以我很喜歡 なんか 聞いてて この人たちの声 好くね 分かんない 同じには聞こえないですけど 元が分かんないから どれがっていうのは そんなにないんですけどね 上海は 上海も結構皆さん喋りますよね 上海の人たちは上海で ここで喋りますからね ちょっとずつ上海は分かるように 分かりはしないけど なんか ちょっとだけ聞き取れる時はある 南京もなんとなく分かるような気もしなくはない この辺はまだ分かるとか なんかYouTubeは結構日本語が盛り上がって なんかさっきいっぱい長野とか なんかいっぱいありましたね 群馬とか有名 群馬はあんまり 鳥取島根とか そうですよね でもまあそういうところがね でもまあそういう場所でもね まあいいところいっぱいありますもんね 鳥取島根って知ったことないんですよ 行ってみたい 僕も車で通ったぐらいですね 行きたいですね そうか でもまあそうだな 日本のところもそうですけど またさっきみたいに なんか中国のおすすめのところもね なんかいろいろ ほんとすごい参考になりますね 皆さんにね 教えていただくと じゃあ次ちょっと 旅行の場所というよりは うん なんだろう 旅行行くときのポイント ポイントって何かありますか あと準備するときのなんか コツみたいな っていう話 先我們說一下的是 就是我們去旅遊的時候 的重点是什么 還有旅遊準備的時候 的一些長門是 準備はねあんまりしないんですよね 準備しなくて 自分で出張じゃなくて 旅行に行くときとか 例えば一人で行くときとか でも ほとんどあんまり下調べとか あんまりしなくて いくつか 必ず行きたいポイントだけ ちょっとチェックはしておいて それ以外は かなり自由 かなり自由 でも 他の理由は なんか もうほんと ぶらぶら 街歩きというか それがすごい 基本的には好きなので で 本当に 初めて行ったところとかでも ちょっと地図だけ見て で 歩きだしたら 基本的に迷うことが 全然ないんで それがすごい それだけはね 自分の特技というか 特技 アナ先生很喜歡 流打流打 然後 他一概看一下地図 うん 然後 接下来 不用再看 也不會迷路 他是一個 他的一個特長 特別的技能 就是不會迷路 他的方向感 特別特別強 確實 因為 去年呢 因為我們要拍南京片嘛 然後 我帶他去彩典 然後我帶他去副子庙 其實我副子庙 已經出過好幾次 但是我迷路了 反而他帶我路 對 特別的尷尬 他真的是很厲害 反省感特別強 最近 南京も 一人で ブラブラするのも すごい面白かったですし 是 街上運動 街に歩per 街上遊覽 比如說 裡邊 有激勵 是 那是一種旅遊樂的一種旅遊樂。 她說,《食べ歩き》這個詞,可能中文有人聽過, 就是慣吃慣走,便吃便走,慣吃吧。 就是一個旅遊裡面最重點吧。 她來南京也是南京,其實很多地方走走就挺好玩的。 找到一個好吃的店也挺開心的。 對,我個人的話,我也其實剛來中國的時候, 很喜歡去那種大城市,然後感受一下, 哇,原來中國有這麼繁華的地方, 原來中國有這麼發展的地方。 就是我很喜歡去那種比較城市的地方。 但現在的話,反而要去小城市,感受一下本地的感覺。 就是特別比如我上山州住的武丹山,真的很棒的一個地方。 就是類似那種比較,哪一種叫做的? 鮮。鮮城。 鮮城。 好玩。 なんか, 有名的街上不太, 逆に味道が合っていい 魅力が 又打算してくれてる youtube用来だった 是非 下荷種子とか出てきてる こっちは日本道具が出てる youtube入る 出雲大社とか 恋愛の神様 そうなんだ やっぱり中国の人 日本のことよく知ってたり むしろ中国の人って 日本人があまり行かないところを よく知ってますよね 特に最近とか 僕らでも知らないこと よく見るんですもんね 結構不思議だなと思う 中国人が好きな映画と 日本人が好きな映画 ちょっとずつ違う 中国人めちゃくちゃ ラブレター 日本 日本人 有名だけど そのままに 中国人がすごい人気あるから オタルとか だからみんなオタル好きな ああ 確かにそうですね ラブレター これは有名ですもんね こっちで 例えば日本人好きな映画 日本人好きな映画 一体一句 中国人 知らないほう 日本のカブレター 日本人好きな映画 中国人好きな映画 日本人好きな映画 日本人好きな映画 情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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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ではそういう趣 日本人好きな 中国人好きな 大家都喜欢小尊 对我来说很开心 因为小尊就是我老家的旁边 逆に日本人的には 日本人是北京、上海 日本に行った時はどこに行ってみたか? 初の中国、初めて中国に来た場所 初めては上海、北京 それ出張で2002年 2002年? 19年前ですね 初めて来ましたね 全然違うんじゃないですか? 全然違くて その時とかはまだスマホとかもなかったし 情報がすごい少なくて それこそ本のガイドブックが合ってる そういうのを でも会社で仕事では来てるんですけど なんかあんまり知識とか情報がなくて それで初めて上海に来て あの時は地下鉄が3号線でしたね え?誰ですか? すごい! え? えぇ? これが初めて中国に来た場所は 2002年に 北京、上海に来た場所 その時は今のような手機 その時は信息量が少ない その時は日本の記輪書を逛 その時は2002年に 上海の地図が3号線 今はもう十何本 あれ?18? 現在の上海の地図は18? 17? 20多個? 好多個? うんうんうん そうですね でも3個 すごいですね そうですね その時代なんだ まあ、ビルとかもね まあ、もちろん高層ビル ルジャズイとかね まあ、ありましたけど それでも今よりも全然少なくて そうですよね あとマンションとかショッケングセンターとかね なんか本当少なかったですけどね そういう面では なんか中国でめちゃくちゃ変わりましたよね なんかね 私も初めてが 2013年か 私の場合 その時も 日本もまだスマホ持ってるか 持ってないかぐらいの ちょっと小時だったんで まあ、私スマホ使えるとか持ってなかったから 紙の地図買って それ見ながら 確か、甲州繁盛だったんですけど 紙の地図見ながら持ってました はい はい そうですね 以前ちょっと、ちょっと変更ね ちょっと白いです 彼らにね 私たちはただ東京で 每天看地圖, 坐在棍牙上, 看著地圖坐在桌上 所以我很迷迷的了 我很迷迷, 中国語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我可以做到的 我必須的路聞, 我就很努力了 我很多人走過了, 我很想去 我很想去在棍牙上, 但我一直是去到棍牙上, 像是棍牙上的 我不是在棍牙上, 像是在地上 旁邊走到賣牙上的 那些公宿的 超級車子 因為在樓下是有一個遠路的地方 而是走路的地方 如果走路的地方有一點 一回在樓中的地方就要回不來的 確かにでも繁城都在去的地方 是不可能的 還有支付的地方 所以是遠回り的地方 所以是剛才的內容 我去的是繁城 繁城那邊有現在的繁城市的工廠電車 不是現在的電車 不是現在的軟車 然後因為要出去旅遊的話坐檔車挺好的嘛 但是那個時候因為坐檔車不小心走到很遠的地方 但是又不知道現在在哪裡 而且那個時候中文不好 所以我不知道怎麼文 所以常常見了 然後有時候真的差點不能回 通常了 そんなこともあります 懐かしいですね 今はもう 中國語でもなんとかなるし 携帯でもなんとかなる時代だから そうですね っていうのを思いますね 懐かしい 漢州もいいとこですよね 江州好きですね 僕も好きですね 本当にすごい好き あ、さっきもこれ 叫花雞 叫花雞 是漢州特色嗎 是吧 江州の鶏を 鶏肉を 多分何か 荷葉だから 蓮の葉だから 蓮の葉だから それを土で固めて 蒸してる 土を掘り出して食べる 一種名物である 確かに美味しい なんか 私留学来て 1年目のクリスマスに 友達と繁盛行って チキン買えないから 上端を チキン買いにして そうですか クリスマスのお祝いで えぇ 江州? 江州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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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州くらいに だくる きについて 横立院の聖誕を 開 yapıyor 聖誕節に あった 聖誕節の 鶏 なんだ 所以我们买了叫花鸡 然后当成圣诞节的美食 有这样的回忆 还有什么呢? 那是江苏省的料理 但我从初看起来都很惊讶 土里埋伏了 土里埋伏了 那是什么厉害的料理 那是什么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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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来中国多少年 我现在来中国五年 差不多五年 那第一次来的是2013年 那个时候是短期留学 对 啊 梅干菜 梅干菜是一个韩州 有 孝心就有名 孝心也有名 孝心也有名 有人说我没胖 我穿的有点胖而已 现在在减肥呢 对 对 そっか 有人 啊 孙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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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竹笋 竹笋 啊 竹笋 孙干 何 啊 就是竹笋 哇 eler 是 以前是中國的,在日本有一點 美顔菜,你看看? 酸到美顔菜,搓物みたい 像在美顔的醬料, 吃的醬料, 就在醬油, 加薯酥味醬料也沒有 美顔菜是烤肉的醬料 確實是, 就是日本的醬料 但是在中國吃過的初集中 我在想覺得好豪華 我是喜歡的 就是有什麼東西? 這是有什麼東西? 中國的地下車 對 喜歡的東西 好東西 但是最近就是 很像是亞洲粉絲湯 就是很像是 真正的 所以我剛剛問了 他有沒有來中國吃的時候 他喜歡的 日本沒有那種 本地的 地道的美食 他說他喜歡這個亞洲粉絲湯 確實際那些是妙に 很像是很像的 對,很像是一樣 有人推薦泰河牛肉 泰河是哪裡? 泰河牛肉 泰河牛肉是哪裡 先吃吧 安徽 安徽也不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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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很近 不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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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有哪一方 山野和海溝 海南有哪一方 海南有哪一方 上次去海南是那種 那個拍 窗造營 然後 就根本沒有時間逛那邊 然後我 一起拍了東西 然後回 寄獎 然後寄獎旁邊的一個 什麼奧特萊斯 吃東西 買東西就回家了 所以我想再去海南 哎呀,差不多了 8點 我們到了8點50 就是做一個抽獎 對 是吧 不好意思 我剛剛忘記說 那今天的話 感覺 微波人 不太多 所以今天 在B站抽獎 這次 就是Present 這個 這次抽的是這個 核芝莫的皮靴 這個已經做了差不多兩三年了 這樣的核芝莫 然後 不喜歡 就是萬能的 哦 萬能的夢 對 今天抽這個T恤 然後呢 不好意思 YouTube的朋友們 沒辦法參加 這個是在國內的人 才可以參與 然後呢 如果想抽獎的人 來一下 B站的平台 那怎麼抽呢 你們在彈幕那邊 打666 666 然後我截圖下來 然後從上 往下 這次抽了 第六位 給你這個 這個T恤 這個T恤 最近的 這個 這個 大概三年 大概 這個 結構長 這個 多分 我入了 那時候 在新旅行 全員 這個 啊 所以 我剛才說 剛才 我剛才 在核晶夢的時候 創建就大家穿這個T恤 有錢也參加 對 是吧 對對對 那麼 B站 哇 欸 還有兩分鐘 你們太快了 算了 那我們倒數一下 嗯 では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B站 で 探さなきゃいけない 我就在這裡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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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じゃあ 10からカウントダウン 日本語でいきましょう カウントダウン 10 9 8 7 9 8 7 6 5 5 4 3 2 1 0 よし 1 2 3 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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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8 8 8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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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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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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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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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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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十个地方 每周末 明天又要出发了 明天去哪里? 明天去古城吧 古城 你们猜猜古城在哪里? 古城古城古城 古城古城 有人 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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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是 古城古城 古城 很想去 大里里江去过 古南城 古南城 山西也是 山西吧 宝密 宝密 宝密吗? 对 但是山西以前 应该是朱阳璋 这边后人好像很多 就去了山西 有人猜对了 平耀古城 啊 哎呀 幸福 不好意思 宝密 宝密 对 我也想去 有人说西安啊 洛阳啊 这边也有平耀古城 平耀那么有名吗? 我很想去平耀 平耀 嗯 你一定要了解一下 真的很有名 我没罪过 很完整 很期待 嗯 因为我的好朋友 是平耀的人 平耀 对 他一直说要来 然后我一直没去 那边以前是做钱庄生意的 就是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之一 对 然后 古城里现在还有一些票庄 就是以前的银行 大概是这么 就好多店都还在 但当然可能生意不做了 但是这些建筑和地方都还在 啊 以前的银行都还在 嗯 建筑都还在 所以 很不安 嗯 嗯 嗯 对 一呢 他说 他进山很厉害哦 三星 甲张柯 对 甲张柯也是一个理由 就是 桑桑喜欢的导演 甲张柯 我知道 但甲张柯不是平耀人 他是平耀旁边的一个城市 但他在平耀办了一个国际电影展 啊 那是纪录片的 不纪录片的 不纪录片的 不纪录片 就他开创了一个 现在他当然没有负责的 没有再去做这个 哦 对 对我们影视工作者 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感受一下大导演的 对 七分吧 いいな啊 中国が広いから 本当に いっぱいあるな そう 行ったことないところが 本当にね いっぱいある 洛陽は 11月に行きましたね 啊 洛陽 10月去洛陽 よく会った 10月 洛陽 どうでした 洛陽 现在是看 牡丹的时候 洛陽 现在是 现在是 五月 对 牡丹の花 对 就是这个季节 看舞台 然后 阿浩的家 就是洛陽 そうだ うちのカメラマン阿浩 分かります 他洛陽 そうなんですね そうだ 石仏 奈良の大仏 ルーツ みたいな そうなんですね 知らなかった 他说 那边的那个 佛 山 石佛 石空 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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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勇敢石窟 勇敢石窟在哪 勇敢在哪里 勇敢石窟在哪里 勇敢石窟在哪里 听过 就是那个 山西吧 就是山西吧 大同就是勇敢石窟 大同就是勇敢石窟 中国也有 四大石窟 大家知道吗 中国有四大石窟 那一个石窟 石窟在哪里 全都有吧 那边不知道 那边有一个大的 不是 那个是勇 那是勇 勇有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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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い啊 大祖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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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山大福 陕西的石窟 还有个特朗 克里斯方 我最近一个西安的朋友跟我说 四大石窟 就是他 大家知道了 对 对 最近一个西安的朋友告诉我 对中国的了解很 接近甘肃 接近甘肃了吗 哦 OK 可能是甘肃 太难了 所以晕了 哎呀中国太 太大 刚刚我有个好奇的问题 有朋友留言说 俄罗斯 中国是不是有很多俄罗斯人住在这边 东北应该是多的 东北应该是多的 对 那边就是 他们推荐安大学生 推荐安大学生也去了解一下 对 对 那边有很多俄罗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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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终八那边有很多俄罗斯人 那边有很多俄罗斯人 但是 有很多俄罗斯人 好像τούaan多西洋 什羊 也有很多俄罗斯人 一些俄罗斯人 但是有一些俄罗斯人 还在在那边有很多俄罗斯人 我都不知道 对 然后一边俄罗斯人 就了解了 所以我们最处的俄罗斯人 西洋 所以我还是去的俄罗斯人 热门就不说 你去过的推荐一个 热门 刚才说是贵州了 还有 武丹山其实我挺喜欢 我个人很喜欢 其实因为武丹山的那个城里 我不知道有可能是中国的小鲜 大概是那个样子 但是对我一个 就在南京的日本人来说 武丹山那边的城里 因为有很多很多寺庙 真的吗 城里就很多 不是很多 可以看到 看到的寺庙 然后那边有一个很老的武丹山站 曾经用过的一个火车站 现在没用 但是那个建筑特别好看 而且武丹山挺有意思的 是 市中心就看到很多火车 为什么 就是不知道他们线那个什么 轨 贴轨 贴轨就能够 在城西里 然后 现在没教评 就是那个 那边有一个语书宫 语书宫 语书宫是一个 就是很老的唐朝 或者什么 明朝的时候的一个 类似寺庙那种地方 然后那个门 的上面就有贴轨 所以呢 等一下 什么门的上面就有贴轨 所以语书宫的一个门 在上面会过 或者会过 那个门 就火车在他上 怎么过呢 他不是在地上 怎么说呢 反正就是天里看到火车站 火车的一个城市 所以 有些旧的铁柜 对 反正 对我来说 吴丹山是挺好玩的 那你知道吴丹山在的 那个城市的名字吗 啊 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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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近 你叫 石燕 燕 啊 石燕 嗯 富北 富北省 西燕 嗯 西燕 嗯 嗯 良かったですね 嗯 嗯 ですね 对 あとは何だろう 中国だったら 他们说 跨境少数民族 有塔塔尔族 哈萨克族 跨境 跨境 就是那个国家 嗯 应该是这个意思 别的国家也在了 嗯 啊 塔塔尔族 哈萨克族 嗯 中国的 朝鲜民族 他其他国家也在了 嗯 看到的 朝鲜族 嗯 不过朝鲜族 嗯 本来就是朝鲜族 好 有何族吗 我第一次听说俄罗斯族 我真的 有吗 何族是千万民族 就是大和民族吗 不会吧 我们变成一个民族化了 不知道 有人问西方去博物馆 中国的博物馆 博物馆 哦 哦 那是大名 推荐一下 你们去过的博物馆 南京 南京博物院 那个是 南京 我觉得南京博物院 比较特别的是 省份就是 就有些是省份嘛 都 什么省的博物院 对对对 但是南京是南京博物院 对对对 不是姜四川 南京博物院 也許有朋友在香港,那裡有一個人多吃東西 放在雨上那裡有時候一日曬著風景 如果你有事,就知道,就像李洋風神 Cash 因為中國有法國文館,有分等級的文化 也有剩VENG的文化 如果是國文館的話就很值得去看 所以國文館是國文化的? 南京是國文化的 地面非常大 建築會在國文化的固域 中間也很大,很面白, 是否再来吧! 是的,我仍然不过去, 今天聊得挺多的 今天聊得很多 今天聊到很多话, 聊到很多话, 是的,很参考 很参考 安田先生说, 今天跟朋友们的交流 可以有很多参考的东西, 所以,谢谢大家 来看我们的直播 那么,我们 稍微预告一下,下周的 我就,这周和上周 我们是创造特别片 创造2021的特别片 然后呢,下周的我就是 圆周派 对,那个 下周的圆周派是 亮叔我,还有 中村老师,去年拍的 在长沙座,丽玉老师的中村老师 还有一个是山田先生 就是,在上海做 华语师的,山田先生 我们四个聊一聊 中日的学校,还有 就是,学生期间的 恋爱故事的,那个中日对比 之类的,对,内容 挺有意思吧,感觉 我有点不好意思的内容,但 对,大家多多看一下 因为很多人喜欢圆周派 感觉吗?感觉 大家喜欢圆周派吗? 对,像电先生很帅 对,所以呢,你们可以看一下 对,还有一个 现在因为创造影 我们其实拍了好多内容 但是因为见片 就是才不进去了 所以呢,今天还有 星期一,星期二 都会放一些创造影 我住创造影特别偏的滑雪 所以你们请关注一下 我们的平台 嗨,那么 我也有广告,你做 然后我们,我住 终于出了第一本书 哦,对 现在月底会先在香港上市 然后内地的话 大概是五月初开始就能够买到 然后具体购买的地址 大家可以在公众号里面查看 然后,新书上市的时候 五月初亮书 会到深圳的书城 跟大家做一个新书发布会的分享 然后到时候也请关注我们的动态 然后,欢迎大家来现场跟我们交流 本が出るんですよ 啊,そうですね,はい 也是也是,到时候主人公每人都有一本 我们俩都有 对,然后购买我们淘宝 是不能卖的 没有这个售书的资质 然后大家就 根据正规的途径去买 然后也有海外可以购买的链接 海外也有购买的链接吗? 对,就是一些国家,一些地区 欧美之类的,日本不知道有没有 可以看推文里面 然后输入海外购书 大概是海外购书 大家查看 看看到底能不能买到 但是暂时是繁体字,然后简体字的 因为简体字和繁体字的书写的方式和内容 用语上都有不同 所以最新出版的都是繁体字 简体字或者是电子书可能要比较延后 目前还没有确定什么售出 但是呢,也请大家先关注我们第一本书 然后我们以后也会多多努力的 然后念书,个人的书也是正在准备当中 对,还是希望大家多支持 对,好像Joyin来了 我不知道 好,那今天どうでしたか? 直播参加して 非常貴重な体験をさせてもらって 真正感 でもすごい楽しかったし 皆さんからいろいろ中国の お勧めの観光地とか その所を教えてもらったので 僕らもそういうのを これから日本の人たちにも 伝えていって たくさんの日本人にまた中国に来て欲しいな 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し 中国の方には日本に行って欲しいな 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ちょっと、翻譯 翻譯一下 先阿田先生来到 这样的一个季化 就很… 寶貴 也不错 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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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的朋友来中国的时候也可以相互推荐 感觉今天第一次做这样的一个翻译 这些翻译落的地方也挺多的 挺有意思 挺难的 我的记忆力有点有问题 好的 有 那个壳,壳,壳也不好了 那今天虽然晚的也有点晚 因为开始有点早嘛 但是没有但是 所以呢我们今天差不多啦 然后安大先生要回上海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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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周末快乐 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 微博也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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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ります 哪里关了 夜宵安排一下 不好意思 夜宵就是这里 これかな 是考虚 关闭直播 OK拜拜 BiJAN的朋友们拜拜 拜拜 消失 OK YouTube也可以啦 拜拜 嗯 啊 こっち ですね はい 眼神好严重吗 是吗 是吗